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3號 中共的國慶、中國的國殤已經過去兩天了 過去這兩天一直和海內外的民主同道 還有維權人士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經常溝通 所以說沒有時間做視頻,今天就來向大家匯報一下 過去這些天我們活動的情況,然後再向大家匯報一下 今後下一步我們全民共振團隊將要舉辦的一些活動 希望得到各界的支持,也希望得到更多民主同道的參與 在9月29號,全球一共有60多個城市 同時舉辦了聲援香港反共送中的行動 一方面是聲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另外一方面是針對十一要向中共進行抗議 有一些城市舉辦的這個活動的規模非常大 比如說在多倫多就有一兩千人參與 在溫哥華也有差不多類似的數目的人士參與 同時在紐約、在舊金山、在洛杉磯 還有英國倫敦、還有澳洲的西尼 都有很多很多人參與 這個參與的主體是香港的海外的移民 同時也有大量的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移民 尤其是海外的這些民運團體 這次可以說是全面的出動,大家都非常的踴躍 當然我們全民共振團隊也不會甘居人厚 所以全民共振的團隊成員基本上都參與了 而且在裡面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比如說我們在紐約的共振團隊的成員 還有在舊金山的共振團隊的成員都做了花圈 專門給中共領事館送了花圈 中共現在創政已經70周年了 很多很多的朋友現在對中共都已經等不及要看他們死了 所以給他們提前送了一個花圈 預祝他們早一點受終正寢 這是在中共在他們慶祝生日的時候 給他們送個花圈,這是打臉 這是海外的一些基本情況 那麼我們共振團隊一直以來工作的重心是在國內 所以說在過去這幾天我還有一些朋友 一直和國內的朋友在保持密切的聯繫 大家商量事情非常的多,那在國內我們本來是在宣傳在十一 試圖我們調動各個地區的這些維權群體 大家同時走上街頭,當然了這個難度是非常的大 所以說在之前我們也已經約好了 為了保存實力,大家一定要等到人數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 在預判到這個結局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公開的走上街頭來進行抗議 這個人數我們預測的,預定的是五個城市 每個城市有一萬人以上才能夠公開的站出來 否則的話沒有達到這個人數 那麼大家就在當作是一次練兵 在我們約定的地點在周圍進行了散步之後呢 就及時的回家全身而退 那麼這一次我們在六個城市的全民共證團隊的成員 組織者還有發起人,他們聯絡了當地的一些維權群體 大家一起到那個地方了,但是到了地方之後 大家發現大家預判到還沒有達到預定的這個人數 沒有達到一萬人,還離這個一萬人這個數字 還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所以說大家經過商量之後就決定及時的撤退 所以這次保存了實力,大家都全身而退了 沒有任何損失,在過去去年的五一和十一 那都陸續有人上街,但是因為人數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 上街之後就受到了一些損失,受到了中共的抓捕 那麼這一次我們接受了這個教訓 國內的民主同道,國內的維權同道 接受了這個教訓,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人被抓捕 當然了事前中共是布下了重兵去攔截這些維權群體 攔截這些民主人士 在全國規模他們可能是動用了十萬 甚至是更多的這些警察去攔截這些人 所以這次能夠走上街頭的那只是冰山的一角 但是因為這個冰山一角還沒有大到足夠的程度 還不能夠撞成中共這艘大船 所以說中共又逃過了一劫中共的十一 他們又渡過去了,但是這只是暫時的 一定不會長久 下一次我相信他們沒有下一次十一了 這一次十一 這是他們最後的一次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成功 但是下一次一定會成功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堅持 因為這一次十一沒有走上街頭 所以中共現在也已經對我們又展開了宣傳攻勢 我們是在海外利用這個海外言論自由的優勢 建立一個宣傳平台,不斷的向中共展開攻勢 中共也向我們在展開攻勢 他們派出了大量的五毛水軍到我們的各個平台 推特平台、YouTube平台 簡直是鋪天蓋地而來,向我們發起進攻 那這次十一之後,他們又有了新的說辭了 說你們從去年到現在一年多了 共振還沒有振起來,所以你們失敗了 那我要正告這些五毛 正告中共宣傳機器裡面的這些螺絲釘 正告這些把自己不當人看,當作小螞蟻的這些人 我正告你們全民共振絕對不會失敗 告訴你們為什麼,因為全民共振它的本意 就是全國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民眾 大家一起走上街頭,龐大的人群走上街頭進行抗議 癱瘓中共的統治秩序 然後再趁中共統治秩序癱瘓的這個時機 新的政治勢力崛起,建立各種各樣的政黨 甚至是摧毀當地的中共的地方政權 建立新的地方政權,建立新的民主的地方政權 當全國各地的民眾走上街頭 建立無數的這樣的政權的時候 中共的統治就終結了,中共內部就分裂了 中共的軍隊他們就會倒戈就會進行兵變 所以這是以民變觸動政變和兵變 這就是顏色革命,全民共振就是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是中國現在民主轉型的 唯一可見的可行的一條道路 這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必經之路 中國只要有民主的一天 全民共振就一定會成功 中國人只要還想望民主,他就一定會投入到 在現在今後或將來一定會投入到 這個全民共振當中來,所以全民共振怎麼會失敗呢? 只不過是他現在暫時還沒有成功而已 沒有成功,我們只能是繼續努力 所以說希望大家一定要堅持住,一定要堅固信心 一定要堅定信念,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成功 現在大局勢對我們非常的有利,對中共非常的不利 中共現在實際上是日薄熄山,現在是煙煙易熄 現在是四面楚歌,現在是行將舊木 為什麼這麼說呢?大家看一看中國現在的經濟局勢 中共過去所建立的這個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已經這個經濟體系已經走到了盡頭了 他們再也沒有辦法來把全國幾億勞動人民 把他們當作是廉價勞動力,出賣他們的血汗 然後到國外去賺取大量的外匯 現在美國人不幹了,歐洲人不幹了 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區的人都不幹了 拒絕中共向他們傾銷產品 美國現在和中共在進行貿易戰 就是要抵制他們向美國傾銷這些血汗工廠的廉價產品 這一套權貴資本主義已經進行不下去了 他們的經濟體系崩潰了,他沒有向他的專制機器不斷地加油 向他們的專制政體不斷輸血的這種機能了 他還能維持得下去嗎?老百姓當經濟體系在崩潰的時候 在下滑的時候,他們的利益受到的損害是最大的 那麼這個時候他們的反抗的情緒也就是最強的 現在有大量的工人失業,還有物價尤其是食品的價格不斷地上漲 在本來中國人過去奮鬥了幾十年都沒有得到真正的醫療保健系統 沒有得到公平的養老系統 現在面對著又是經濟下滑的這種局面,自己的收入下降 而開支不斷增長的這種局面,他們的反抗情緒 他們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很快就會達到臨界點 那現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又如火如荼 根本中共沒有辦法把他們壓制下去 現在台灣已經看見香港的先例了,知道一國兩制 絕對行不通,這只是中共欺騙的一個伎倆 所以台灣人現在已經明確地在拒絕中共的統一台灣 和平統一台灣的圖謀 當然他們也在加緊備戰,要抵抗中共的武力侵犯台灣 所以中共現在在台灣也是完全的徹底的失利了 那現在中共在各個方面,在內政方面,在外交方面 全盤的失敗了,那現在習近平政權 他又面臨著內部四分五裂的壓力 面臨著內部各大派系最後聯合起來 來向他發起進攻的這種壓力 所以中共這個整個的體制已經難以為繼了 大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對中共非常不利 這不是中共所能夠阻攔的 他們現在已經全力俱窮了,沒有辦法阻攔 這是世界上各種力量結合起來形成的一股合力 他的目標最終的結局就是推翻中共的政權 就是在結束中共這個摧毀中共這個專制堡壘之後 順便也要摧毀其他大大小小的那些極權政體 像北韓、像越南、還有像伊朗這些極權政體 最後實現一個開闢一個沒有專制極權的 完全民主自由的新的人類社會的一個新紀元 這就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這是一股推動新紀元到來的一股力量 中共沒有辦法,沒有辦法阻止,沒有辦法抵抗 我們現在民主同道、維權同道所做的 就是在順應這個新的形式,我們一定會成功 那現在我們國內的很多的民主同道 包括我們全民共振的在國內的發起人 在國內的組織者,在國內的政友 他們已經有很多人在建立自己的組織 有很多人在擴展自己的組織 在聯絡當地的他們本地的那些維權的群體 維權的同道,他們在發展自己的動員能力 在為最後大家一起走上街頭,在積極的做準備 那海外的民主同道,我們全民共振的成員 現在也有新的項目在做 像我們全民共振的一位發言人原鄉居士 他和他的宗教團隊現在就開闢了一個新的網站 叫做大契約網站,這個大契約網站是幹什麼的呢? 就是針對國內的各個派系的宗教派系的這些人士 尤其是被中共所打壓的那些地下宗教派系的人士 跟他們聯繫起來,只要大家認可上帝允許的 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為主的這樣的一個信念 那麼就加入這個大契約大家就聯繫起來了 就形成了一個真正的一個以宗教為信仰為後盾的 為支撐的這樣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在將來在未來中國 推翻中共集權的這個革命當中,大家就會一起來行動 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來加入這個大契約 更多的宗教界的人士來加入這個大契約 等一會我就把這個大契約網站的這個鏈接放在 我這個視頻的評論區裡面,那麼我們還有另外一位發言人 吳建民先生,他現在的這個時事評論的這個頻道 已經很快就要突破10萬人的這個訂戶 那現在我們希望更多的朋友去關注他,去支持他 吳建民先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演說家 鼓動能力極強,口才極好,政治敏銳度極高 非常有政治智慧,也非常有政治經驗 他曾經是89年南京學運的領袖 後來為此被中共關押了10年,可以說是九死一生 那希望大家支持他,支持他就是支持我們全民共振 從他那裡就可以了解到我們全民共振更多的信息 了解到我們全民共振對於很多時事問題的一些看法 那另外呢,我們全民共振的三位成員 希哈諾、吳婷和劉耀華 這三位先生他們都開闢了自己的頻道 我們全民共振主要是海外的一個宣傳的平台 所以說我們需要更多的頻道 需要更多的渠道向國內去宣傳 向國內去推動,向國內去聯絡 所以希望大家也支持他們 等一會我就把他們頻道的鏈接 也放在我的這個視頻的下面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現在處在一個大變局的前夜 這個時候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 需要更多的民主同道 大家聯繫起來,大家一起來緊密合作 為中國的民主、為中國人的未來 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